有健康的身體 才有健康的生活 尼陽寇 專業醫師線上聽診 讓你與健康零距離 在我們今天早上的節目當中 我們要因為天氣慢慢的變涼了 來聊一聊有關於一些呼吸道方面的問題 邀請到特別來賓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馬接醫院總院的耳鼻喉科主任 同時呢 他也是我們台灣癌症資訊 全人關懷協會的董事長 理事長 理事長 sorry 理事長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呂怡新醫師 醫事長 主持人 各位聽眾 大家早安 如果你有夜咳 肝咳 咳不停 的問題 麻煩您可以在我們的留言討論區上面留言 任何的問題呢我們在晚一點的時候呢都會請到 呂怡新醫師來回覆你把握機會 我跟呂怡醫師 呂怡醫師太忙了你知道各個醫院都搶著要找他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呢要聊到的是 葉殼跟肝殼 為什麼會聊到這個話題呢 因為奇怪今天早上溫度20度 20度 然後呢 我想說哇天氣真的很明顯的變涼了 而且如果你看youtube的話呢我今天也穿了入秋以來的第一件毛衣 對 因為真的就是天氣明顯的變冷了 尤其是在早晚日夜溫差大 中南部地區都可以日夜溫差到10度以上 那這樣的一個天氣開始有些人覺得喉嚨不舒服 會開始出現乾咳的情形 呃不管你本來就是講話習慣性的 嗯嗯這樣 對 欸聽說這動作很傷喉嚨是不是 沒錯這個自己親喉嚨是對於喉嚨 就是常常會主動呢 會覺得喉嚨有一口痰 嗯 就想要把它咳出來 那這個動作其實是對喉嚨很傷 對好那個千萬不要潛意識的就講 嗯嗯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而且這好像感覺也會比較顯 顯得老大一點對不對 沒錯沒錯 其實或許在在對岸那邊會習慣去講說 欸看到有一些痰魚 就是然後就是好像今天沒有吐一口痰 覺得今天早上還沒有開始要工作 什麼啊 對對對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實際上這個這個習慣並不代表他有疾病 嗯但是確實是比較不好的習慣 是好 是about一個性的 噁噁噁這樣 或者有一些人就覺得喉嚨喵М� développement 喵喵嚵 好girl 呵呵呵呵呵這樣子 咳嗽的 是 都榨работ有人在 沒錯 但是你知道嗎 剛剛醫生告訴了我一句耳鼻喉咳的經典名言 叫做代義吧 代義叫做醫生嚴死說 就是醫生其實最不喜歡看咳嗽的病患 你們不要去幫醫生好不好 医生也很头大 没有来开玩笑 皮肤科医是怕痒 然后耳鼻后科医是怕咳嗽 因为这些都是很难 马上可以解决跟治疗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说 到底你的咳嗽是属于什么样的原因 是我感冒了 还是是我气喘了 还是是我过敏发作 有没有可能也是现在新流行的一种疾病 叫胃食道逆流 甚至有可能是你是老烟枪 所以你的肺部功能已经开始衰退了 各式各样的原因 我们要请吕医师来跟天空瓢 好好地做个说明 是我想咳嗽的部分 因此的原因会非常多 所以大家都会有这样相对的一些困扰 但是如果不同的原因 你用同样的方式去治疗 自然它效果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所以我们今天我想主要要跟大家谈的 就是说有些人咳嗽 是因为我平常可能有在吸烟 所以我的肺部可能就有一点开始慢慢的阻塞 或是其他的问题 那有人是说我小时候曾经有气喘 所以我可能就气管就比较不好 那所以有相当多的原因 那或是最近流行的像煤浆菌 或是流感 那因为这两种疾病所感染的患者 那他在结束以后 已经不发烧了 也没有黄鼻涕 也没有浓痰 但是他的气管就会大概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慢慢的恢复 对那这时候也是咳嗽 那刚刚主持人讲说今天开始天气变不好 那变得比较凉 日夜温差大 日夜温差也会让我们喉咙会觉得不舒服 那还一个PM2.5也会 就是像天气变坏了 或是污染变多了 我们的气管也会有这样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大家要去想办法说 你的原因到底是真正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针对你的原因去治疗 那有的人是说我早上温差比较多 被温差变化比较大 所以我鼻水就会比较多 会倒流下去 那这时候也会引起喉咙的咳嗽的感觉 对这些都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习惯性的咳嗽 习惯性的咳嗽就是说 我今天没有咳一口痰 我觉得心里不舒爽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 那你也会有习惯性 我喉咙就是不能有一口痰 我就一直想要去咳 这也是另外一个会引起经常咳嗽的一个原因 医师我可不可以 主任我可不可以从一个一个的项目当中 我们一个一个来探讨背后的原因 因为今天主任一来 我就跟他讲说 你只要上网打叶咳肝咳 出来的结果都是中医告诉你可以怎么怎么治疗 那当然中医是我们传统脑祖先的智慧 这绝对不能否认嘛 但是中医救急这件事情 好像速度上面没有西医来的快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医生说 是可以吃什么油啊 以前跟我说 我就是来叫你不可以吃油啊 我就想说什么 西医叫人家不吃药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医师说要找到背后 对症下药的原因 对不对 找到主邪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外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首先呢 医师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来跟听众朋友聊起好了 就是呢最近很夯的这个话题是梅浆菌 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比较容易可以解决的部分 对它其实是比较如果你怀疑是这个 当然用抗生素有一种红梅素 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或是比较新的第三代 其实梅浆菌是蛮容易解决的 梅浆菌是细菌但流感是病毒 对流感是病毒 那梅浆菌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怎么会被感染的呢 这个这个不知道 其实在空气当中就有少许的这样 但是只要你的身体的状况比较糟糕 或是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或是正好在梅浆菌感染这样 这个大部分发生在小朋友跟照顾小朋友的父母亲 所以梅浆菌大人比较不会有 大人因为他的抵抗力比较好 那小朋友感染有 但是你如果常常因为你常常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久 有时候小朋友的细菌也会到你的身上 对那你的体力如果这时候正好不是那么理想 你就会比较容易 就小朋友中标 然后大人跟着遭殃 对其实很多流感也是这样子 那所以刚刚讲的流感跟梅浆菌 其实如果确定是这样子的疾病 你用正当的包括抗生素或是抗病毒的药物 其实很快就可以解决 可能三五天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慢慢的缓解 但是麻烦的是他有一个尾巴 他有一个尾巴他不会那么快的整个症状都消失 我们知道流感大部分会发高烧 烧到38度39度 甚至肌肉酸痛 全身骨头不舒服 但是在这个症状改善的时候 你的咳嗽真的会拖 一两个礼拜很常见 一两个月也是有 但是要怎么样知道说 我到底是不是气喘 或者是我过敏 还是我真的梅浆菌感染了 这个还是必须要靠那个细菌的培养才会知道 那时候要靠去细菌培养 不过这时候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严重的症状 一般比较长的症状是说 很黄的浓痰 那就是怕是肺部还有感染 因为梅浆菌跟病毒的感染 就是流感都会引起肺炎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状况 或是没有发高烧 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 一般来说 大概那段时间就把它控制好了 症状治疗就可以了 对 症状治疗就可以了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做到细菌培养 除非是真的很严重的肺炎 真的很严重的肺炎 或是发高烧 持续的浓黄痰 OK 好 所以呢 这当中最容易解决的是梅浆菌 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有这种咳嗽咳不停 或者是感冒的一个症状的话 或许有一点 对 可以请医生帮你研判一下 因为刚刚医生有讲到说 梅浆菌所产生的肺炎 这比较容易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 那大人呢 如果您是因为照顾小朋友的感冒 自己也跟着有一些不舒服的话 也可以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梅浆菌所引起的 另外呢 接下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 有关于抽烟 抽烟我也觉得是比较好 可以有脉络可循的 对 对 对 因为你不可能第一天 抽烟台语怎么讲 假婚 假婚 你不可能等于刚假婚 然后就开始咳 咳不停嘛 没错 所以你开始出现咳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是十几年的老烟枪 你要怀疑是不是抽烟所引起的 是 没错 我想抽烟的患者 或抽烟的一般的听众朋友 你的肺部的那个肺泡 上面的鲜毛会变得比较弱或是甚至有时候会比较萎缩 那它的鲜毛萎缩就是说你的排弹能力会变差 那这时候遇到感染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弹很容易排出去 就跟排水一样 现在排不出去它就容易积在你面 那如果你抽烟的时间更长 或是你每天抽烟的量比人家多的话 有可能你这个肺泡除了开始肺鲜毛开始萎缩的时候 你的肺泡也会故障 那慢慢就会变成所谓的慢性阻塞性的肺部的病变 甚至到肺气肿 什么叫做肺气肿 大家觉得越肿越大不是更好吗 不是 它是因为不够用 所以它会越来越扩大 那把我们吸进去的氧气 没有办法经过肺泡去换气 那没有办法换气 我就需要更多的工厂要扩厂 但是实际上产量不好 那这时候你的肺气肿越糟糕 你的肺部的功能也会不好 气管的功能也会不好 所以常常如果您是抽烟的时间比较长 或是抽烟的量比较多 遇到每一次感冒 那大概就见证章 有人很快就好了 有人可能会拖很长 所以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 最怕感冒 没错 这个我就忍不住要讲到那个孙岳叔叔 因为孙岳叔叔在生前 也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他也是老延强 对 他是老延强 这个真的是跟大家说 不要吃婚 那个到你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感冒 但是等到你开始年纪比较增长了 来到了比如说五六十岁的时候 那个之前你做一些什么都会 完全回到你身上 而且孙岳叔叔一直讲过一件事情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他说不是说我前面抽十年的烟 然后我现在马上戒了 以后就那个一清两算 就是完完全全 没有 我戒了之后那前面十年我都不算了 你抽十年你要等十年 对 这个天平是公平的 我抽二十年我要等二十年 有人说我怎么有二十年那个寿命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前面其实种下去的那个 果 种下去的因会一变成果一直在你身上 对对对 所以你可能前面抽烟十年了 然后你现在开始要戒烟了 但是那个十年你还是背在身上 没错 不是说我今天没做其他事情 这就跟那个再也没有关系了 没有任何抽烟可能的影响性 都还是会在你身上的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越早戒烟越好 如果你的咳嗽时间比较长 还是早一点戒烟 而且我要问一下主任 这应该是主任非常的清楚 因为主任在我们台湾癌症资讯 全人关怀协会工作 所以你一定很清楚 我是访问了好多医生 我才知道说 同样是喝酒跟喝酒 抽烟 抽烟比喝酒更大大的容易增加 我们致癌的风险性 尤其是跟呼吸道有关的 就是包括鼻子鼻咽口腔 口腔食道 再加下面的肺部气管 对那你说 那抽烟会不会就是这个部分 不会 因为我们抽烟以后 我们的尼古丁 精油血液的吸收 其实也会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包括女性的乳癌 男性的摄护腺癌 跟其他的大肠癌 其实我们都发现 有抽烟的人跟没有抽烟的人 发生率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的担心是说 它不是只有吸进去的烟 而是还有精油血液里面的吸收 然后尼古丁就 蔓延到你全身 对也有人 也有听众朋友特别讲 或是我们一般跟民众讲 他说 医生我跟你说 我抽烟 我都本来的抗昏 我都塑的抗昏 抗昏是 什么叫空烟 就是说 我今天吸菌日烟 我根本没有吸到肺部里面去 我从嘴巴里面就吐出来 所以我不会得肺炎 因为我只在嘴巴里面就跑出来了 那我是跟他说 你放屁 其实我不是在抱怨他 而是说 我今天如果不小心在录音室里面放个屁 请问一下 我能够会憋着 只让我身边的人听到 闻到 我不会散到别人 对不起 自己一定闻得到自己的臭屁的 对 但是这个叫做扩散 我今天吸了烟以后 我没有把它吸进去我的肺部 就代表这个尼古丁没有进去肺部吗 怎么可能 对 还是有你的鼻子会吸进去 对 它自己会扩散 所以我刚才讲说 放屁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放出来的屁也是自动会扩散 你很难去限制他哪里不能去哪里去 那同样的我们吸那个空烟 我们说吃空烟 这个烟 其实你要限制说 我只在嘴巴里面抽 我连鼻子都没有过去 我连气管都没有过去 可能吗 朋友啊 他们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找比较好听的借口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对 因为还有从血液吸收 我们刚才讲说 从血液吸收 你就没有办法完全去避免这个东西 还是早一点跟他保持距离 好 好 那个 所以我给你说 你要结婚 只是每天这样咳嗽 所以我们爸爸也是 他一大早起来 他就是要清喉咙 那个请问一下 是 这个应该问一下医生 医生我们是不是每天 其实我们的喉咙呼吸道 都会不自由主的制造出痰 把那些脏东西 还是会每天每天排泄出来 只是你有没有感觉而已吗 没错 没错 其实主持人讲得很 对 这个东西其实 尤其在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正常的口腔 鼻腔 跟我们的食道 都会是湿的粘末 如果是干的 哇那受不了 那湿的粘末 就会有产生很多的分泌物 就好像要润滑 我们想说隐形要润滑 都是要这些分泌物去润滑 所以你一直觉得 我喉咙里面有东西 其实那都是分泌物 在里面作祟 他每天都有的 都有 因为他就是要润滑 每天就好 你如果是干掉的话 你会受不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 你可以自我的把它排泄掉 鲜毛能力够长 把它扫扫了 对 可是你如果是有假婚 你的身体开始变差了 然后肢气管也变得不好了 你就会很明显 感觉到它存在 然后你就看医生 你第一句话一定会说 医生啊 我四十回以前都没这样 我现在有什么会这样 对 因为我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吧 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尤其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会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明 就是说 尤其我们年纪到一个程度 我们讲五十或六十好了 这时候身体机能在衰退 我想大家都会了解 我们口腔里面的拖曳线 也在萎缩 所以这时候你分泌出来的 这些润滑剂 这些分泌物 没够 没够 量就会不够 那这时候我又觉得 这个地方是不舒服 我要把它吐掉 你知道那个分泌物 它已经年纪大了 已经好不容易挤出这些东西 又被你全部吐光光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不舒服 你的气管会越来越干 也就会越造成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温差变化的时候 就会不舒服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 拜托拜托大家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发烧 黄潭的现象 把这些分泌物 当作是自己的宝贝 吞下去 吞下去 跟喝水 那是自己的分泌物 我们已经从小吞到现在 不要这时候做一些改变 多喝水 增加润滑液 把这些润滑液 当作是自己的宝贝 吞下去 因为我们的年末 就需要这些润滑 对 大家听一听会觉得 如果你能做这样的改变 搞不好你的中西药都不用了 其他的就解决了 他心里说这有点赞 真的很棒 我从来不知 我总觉得不舒服 黏黏的 就是把它咳出来 咳出来 咳干净为止 然后再喝水 其实不要 千年最好 我们自己的年末 也不是老人的 不是叫你去吃老人的 对啊 有人说那那么脏 那么脏 你觉得脏跟不脏 其实从小都这样子 对对对 那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分泌物 你以前吃很多 对对对 我们要强调说 如果不是黄浓的 有人说我每本脏出来 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东西 那都是自己的口水 如果你还是觉得 那些有一个妈妈胎根 不然这样好了 你不要把它咳出来 但是你多喝一些水 有帮助吗 有 多喝水 我们刚才就讲说 因为你的分泌物不足 你就要必须用水分 去加强 去增加它的量 所以你喝水 不把它吐出来 其实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反映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像我妈妈年纪比较大了 她就会说 我口气好重 那个是不是其实就是 我们的唾液腺的唾液变得少了 所以那个 它不是口臭 它是有一个口气 对 它那个是唾液腺萎缩 所以它的分泌出来的唾液比较不足 大家如果有印象 其实在某一些日本人 或是一些比较早一点 它喜欢含一些像人丹 或是说一些东西含在嘴巴里面 酸梅算吗 也算 糖果也算 当然太甜了 或是一些其他的 包括一些类似中药的东西 其实我们东西含在嘴巴里面 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口水 分泌 就好像望眉止渴 但不见得一定要是眉 眉止 那这时候也会增加我们 不够的唾液的分泌量 对 也会有帮忙 所以有老人家 或者是说一般人 我嘴巴含个东西 那吃口香肠可不可以 也可以 这样子的动作 其实含个东西 也会让我们减少去清喉咙 刺激喉咙 跟增加喉咙的分泌物 都会有好处 如果是今晚日夜温差大 早上起来 我就喉咙咙咙咙 没啥松开 我可不可以赶快 就是喝杯温水 把你刚刚讲的那些分泌物 喉咙全部给它滋润一下 像我们帮身体抹乳液一样 没错 其实这样是最好 就是说我们一大早起来 或是晚上睡觉 因为大部分的咳嗽会在早晚 那这个时候 当然除了喝温开水 我想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 这个东西就是温开水 增加湿润 增加它的温度 然后赶快穿个衣服 那甚至你如果说 这时候我要出门 我们就戴个口罩 虽然不是在香港 不能戴口罩 在台湾可以 就是戴个口罩 其实在日夜温差大的地方 其实是有帮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戴口罩 我们呼出来的气体 会直接经由口罩 又弹回去 让我们自己吸收 而且变得温暖 有湿气 没错 没错 又湿又温暖 那在夏天可能不舒服 在冬天 尤其在感冒的时候 也是保护你身边的 跟你一起搭一样 公共交通工具的这些人 没有 我跟你说 我们到这个年纪 我们哪里拍摄 他怎么没戴口罩 你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然后你也不好意思 去指证别人 那怎么办 我自己保护我自己好了 没错 我就戴个口罩 戴个口罩 这样我既不用去 指责别人 以免造成冲突 我也可以自我保护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 至少我觉得在台北 我看到的 大家那个卫生习惯 都很好 都不错 都知道说 我今天有点咳嗽 我就是要戴口罩 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是 偶尔在捷运 遇到这种情形 你就戴个口罩 自我保护一下 我们不是要去抗议 但是我们要保护自己 有人如果说 你觉得戴口罩不好看 当然现在口罩 有很多造型 那是另外一个 那你也可以用一个 包括围巾 丝巾 讲说女生用丝巾 或是男生用围巾 或是什么 或是有人就是 围着脖子的这个 稍微拉起来 像慢跑的 他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 他会围起来 稍微围一下 其实在那个 不舒服的过程 马上就会过 那个第一阶段呢 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呢 你之所以会产生 夜壳干壳的一些 背后的原因 头子到现在 我都没给你加油了 对对对 因为台湾阿公阿嬤 说油要太多了 每天都打算算 我爸都会在那边算一颗 两颗三颗四颗 确认他没有多吃 也没有少吃 那你真的不想要吃药 但你又会咳嗽 该怎么办 可以从这些最基本 最实用的方法 来做起 不要说因为他免费 他措手可得 他轻易就可以做得到 你就会说 真的很好吗 你先做了嘛 对不对 因为耳鼻喉科 吕依馨主任告诉你说 真的五号啦 请去看看 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吃药 那个大家都不喜欢吃药 是的 好 那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要就有关于几个 像是流感气喘 还有鼻涕道理的这些问题 继续来请教吕依馨医师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马街医院总院的 耳鼻喉科主任 吕依馨医师 跟听众朋友们聊聊 有关于夜咳跟肝咳 各种咳嗽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加快一下脚步了 这个 这我好像应该要一起问才对 我怎么样判断 我是感冒好了 但是伟大不掉 导致我的慢性支气管炎 还是我的气喘发作了 气喘难道只有年轻人有吗 还是我们可能40岁才开始气喘 还有呢 就是 我会不会只是单纯的过敏啊 嗯 好 这个其实要一起一起讲了 对 其实其实这个 大家可以中间有一些美感 我们我们先讲 先讲比较简单 叫做过敏 过敏一般常常发作的时候 大概就是秋冬换季的时候 尤其温差变化比较厉害 或是正好空污比较严重的那一天 那大部分的过敏的人 就是他醒出来的鼻涕 都是透明的 嗯 所以你说醒出来的鼻涕 吐出来的痰是透明的 其实你可以往这个地方去走 医生不用醒 他会自己流下来 对对对 对 那个就是过敏 有时候因为过敏的部分 他的鼻水不是只有往前流 他会往后流 我们前后都通的 那所以就会有倒流 倒流就会倒流到喉咙里面去 会引起你咳嗽 嗯 所以如果单纯只有透明的分泌物增加的话 尤其是在早晚 嗯 温差变化的时候 这个大概就是过敏 所以你就不要一直去找咳嗽的部分 要从过敏上面去着手 嗯 那刚刚主持人讲说另外一个叫做气喘 对 气喘大部分有些都是从小就有这类似的状况 嗯 那气喘严重的人会有一些症状 哎 你可能走路 我今天从这边走到那边100公尺 嗯 我以前可以走得很快 今天走一走会开始喘起来 嗯 那或是说爬楼梯 嗯 会有一点加压 讲说我今天爬一楼到二楼 那这时候 你说我很少要爬楼梯 那就是应该要多运动 可以问一下那种喘是什么喘吗 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上气接不到下气 对对对 这样子的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 大概气喘的比率会增加 但是你说从小就开始气喘 所以我不会到40岁才开始气喘 不一定不一定 我说从小开始气喘是从小有这样子的经验 哦 代表我有这样子的类似的体质 可是我或许中间念书那段都没有发作 对对对 然后现在突然有讲说空污啦 或是突然身体开始转变的时候 你的气喘有可能会复发 又回来了 对 耳食完败又回来了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的气喘 大家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气喘跟皮肤的异味性皮肤炎 跟鼻子过敏 这三个疾病其实是同一个疾病 只是他过敏的器官 一个在鼻腔 一个在皮肤 一个在气管跟肺 那他其实是one disease one airway 就是他是一个疾病 他是一个疾病 所以如果你小时候 小时候曾经有过气喘 异味性皮肤炎 过敏性鼻炎 对 三个当中不管哪一个 对 只要曾经有过一个 你就是有那种体质 体质 对 而且你不要说 我中间念书的时候都没有 我都结婚 嫁人生小孩了 也都没有 为什么今年五十岁开始有 对 他只是没有完全消失 又出现了 你有这个体质 他又会来找你 对 类似这样 所以如果你的状况 是这样子的话 可能你要从气喘 过敏 这个部分 去找 那刚刚主持人另外讲一个 就是说 那我到底是不是感冒完了以后的一个尾巴 那我们当然知道 什么叫做感冒 感染就是红肿热痛 我喉咙发炎 喉咙咙肿 第二个会痛 因为吃东西会痛 第三个 可能我有发烧 发炎 对 但是这发炎的地方 发炎的镜头 已经过了 痛了 就是我也喉咙吃东西不痛了 也不会不舒服 也没有发高烧的时候 但是就是一个咳嗽 还没结束 就是我们刚才提的 医生其实最讨厌治疗 不是说讨厌 是治不好才在讨厌 因为奇怪 你今天又来 还是在咳 医生 医生 我已经 你给我药 我已经咳了两个礼拜 还是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是 整个感染没有被控制好 而是他后面的尾巴 还没掉 那我可以这样问一下吗 是 头痛我吃止痛药 是 疼去 对 没疼 没疼 咳嗽都没有这种药 一吃下去就不咳的吗 咳嗽的药很多 但是就是说 其实效果不好 主要的问题是怎么样 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么多原因 都会引起咳嗽 你如果不同的原因 都吃同样一种咳嗽药 都可以解决的话 今天我们不用上节目 对 所以咳嗽的部分 就是说 如果你的咳嗽 是因为我们 刚才讲 抽烟的量比较多 或是因为 我本来有其他的问题 或是我本身 我年纪比较大 其实你要想想看 搞不好我们 平常没有运动的习惯 所以我们的肺部的换气 就比人家功能比较差 平常不知道 跟人家都一样 但是一旦感冒的时候 我就会这个尾巴 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这时候反而不是用药物 去减短你的咳嗽的部分 而是希望听众朋友 这样子的现象 多运动 不只是平常 而是现在在咳的时候 你也要多运动 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让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 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身体热起来 气管也热起来 换气也顺了 咳嗽自然就消失 医生有问题 是 我刚才你咳嗽咳嗽 一直在咳 那我这样还可以去运动吗 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运动 运动是在增加 让你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戴口罩喝热水 加温加热 对我们身体暖和起来 刚才讲身体暖和 气管也会暖和 换气就会增加 所以那个是在帮气管加热的动作 没错 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你说那在感冒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做可以吗 绝对可以 但是我另外奉献就说 没有感冒的时候 也要这样做 那你的气管 你的肺活量 就会比人家更好 我刚才跟主持人有讲说 有些人天气越冷 还穿一个短袖 短裤到处去跑步 这一类的人 其实不大会感冒 感冒也不大会咳嗽 因为他的肺活量 已经适应了 这样子不好的温度变化 或是温差变化太大的 他已经适应了 所以类似这样 我们当然不是鼓励大家 现在就穿短裤 短袖出去 那这样会受不了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 你可以是试想说 我们至少学他一半 人有在困难 人有在困难 他不是说一朝一夕 我今天突然起床 我就这么做 不是啊 他是平常就有在训练的 所以你是可以有机会变成这样 那是就是你平时 就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养成运动的习惯 对 尤其像你说慢跑 叫做有氧运动 游泳 那这样子的东西 都会让你增加你的肺活量 有氧运动 慢跑游泳 都会赢的 爬山 对 打网球嘛 打网球那是无氧运动 就是球类是无氧运动 因为你在瞬间要用力 这是无氧运动 其实对这个帮忙 会稍微弱一点 所以要做有氧的 有氧的运动 你才会持续的一直体温增加 才会持续的一直换气 才会对你的咳嗽 会有帮忙 我们常常在吃 你们西医开的叫做 支气管扩张剂 那是针对感冒过敏 还是气喘 其实支气管扩张剂 是针对气喘 气喘 对 但是一般的人 如果你感冒的时候 你给支气管扩张剂 其实他马上气管 就会停下来 就不大会动了 其实有时候不大好 那支气管扩张剂 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心跳会跳比较快 有的人吃了会不舒服 支气管扩张剂 是我目前为止在耳鼻喉科拿过最好的药 一吃下去马上很有感觉 但你的心跳也会跟着很有感觉 如果我这样讲 可能大家听了会另外一个吓一跳 就支气管扩张剂 其实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减肥药 什么 真的 因为 开给我 没有 因为吃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身体代谢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心跳快 我身体要去符合 其实它也是另外一个比较好 但是这个不是正统的做法 你一定会说 那很好啊 我要吃啊 我跟你讲 我曾经心忌过 就是吃机器管扩张剂 我真的赞也不是 做也不是 喝水也不是 它就是一直你要等那个药物代谢的期间过去 过了你才会 可是那整个心脏就是已经跳到 要跳到喉咙 真的要出来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再跟大家讲 如果您是学农业的 学畜牧的 支气管扩张剂 是另外一个猪肉的瘦肉精 什么意思 瘦肉精就是我的肥肉会减少 我的瘦肉会增加 所以如果有这些在一些养殖的动物身上 它的身体会变得肥肉减少 所以相对的这些药物 其实都会有它的作用跟副作用 当然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目击 是希望大家不要吃药 但是支气管扩张剂 其实不容易拿到 这我的经验是必须要真的感冒到 很严重的一个程度 没错 它才会给你 它通常不会是第一线用药 对不对 看状况 看状况 它并没有被管制 它并没有被管制 对对对 那个败腹作用 真的做不松快 不松快 那另外我们赶快来讲一个 就是现在人常有一个通病 叫做异胃性皮 不是 你不是讲错错 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也是另外一个咳嗽 大家很常见的 而且听说是会半夜咳的 对 因为胃食道逆流 叫胃食道 胃在食道的下面 对我们喉咙下面就是食道 那据来说 就是我们胃有一些胃酸 那胃酸如果你很容易 溢上来的时候 就会到食道 食道如果再往上 就会到喉咙 那胃酸到喉咙里面去 哇 那个你的润滑 不是靠黏膜 而是靠胃酸 那你这喉咙就会很不舒服 你一定会呛到吗 因为它是酸的东西 没错 那胃食道逆流 大部分其实很多的听众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想广告都有 那代表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普遍 大部分很多还是跟工作压力 爱吃宵夜 爱吃宵夜是另外一个必须要改变的 就是工作压力其实是胃食道逆流的第一大引起的原因 你说现在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压力 真的 所以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你能自己用其他的方式去排解最好 我倒好想知道蔡英文韩国语会不会有胃食道逆流 每天行程满满满跑成这样 我想都会有 那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吃宵夜 吃宵夜跟胃食道逆流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最好避免胃食道逆流的方式 就是你在睡觉前三个小时 请不要吃任何东西 我尽量 因为我们吃完东西以后胃酸会大量分泌 这时候跑去睡觉一躺平 那胃酸就顺着流出来 就劳出来 所以一般来说 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很养生的人 八点以后不吃东西 因为他十一点要睡觉 对对对 那你说没关系我都半夜两点睡觉 但是你至少十点也不要吃东西 这是睡前三小时 三个小时不要吃东西 让你的胃整个把这些吃下去的东西都消化掉了 胃酸也不再大量分泌的时候 就会减少胃食道逆流分泌 所以医生我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胃食道逆流 它最最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 它几乎都是晚上咳醒 因为当你一躺平的时候胃酸涌出来 它就会刺激你的呼吸道 你就会忍不住觉得刺激就开始想要咳嗽 没错 所以半夜咳 半夜咳 就是胃食道逆流大概会比较 早上反而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原因就比较少 对 大部分都是晚上 提供给你做个参考 参考 不一样 我跟你讲 这种案子最好办 凶手很明显 就赶快去找医生 然后把你的感冒 病菌 好好的去治疗 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点 等会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 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 马街医院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 同时也是我们台湾癌症资讯 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吕怡新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听众朋友聊聊 有关于肝咳夜咳 咳不停 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问一下 Eric问说 家人常常咳嗽 是不是因为喝酒 或熬夜的关系 熬夜会吗 熬夜会 喝酒其实就刚刚讲 它是一个刺激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说 睡觉前三个小时 不要吃东西 其实那时候不吃东西 那我喝酒可不可以 一样 一样是三个小时 对 他还是要代谢 还是要消化 所以其实吃东西 喝酒 熬夜 熬夜为什么会 熬夜因为体力会影响 对 体力会影响 好 所以是会的 是 那怎么治 怎么治就是不要 对 就是避开 因为这东西 其实你 我因为要熬夜 我因为要喝酒 所以我用药物 去把它压下来 好像又 对 这样不好 对 好 那我们请医生帮我们戴个耳机 我们要来接的是黄先生的电话 黄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因为我有这个食道逆离 我有去照一个死光 是 是 照一个死光 照未进吧 照未进 对 照未进 对对对对 每次都有四个月的疗效 是 是 那因为我从小 谈就很多 是 到现在 今年七十岁 还是谈很多 小的时候就这样 是 那我去照那个肺部 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 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谈是那么多 对 还是那么多 那是不是因为 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对 那每个 每次那个照 未进 四个月疗效以后 如果没有好 是不是再继续再照一次 然后再四个月疗效 是不是 是不是一直是这样子 谢谢你 黄先生 其实您的咳嗽的部分 或是你的 照的肺部没有问题 或是你照的胃劲 如果你的胃食道逆流 只是轻微的 其实相对的 我们可以预期 你四个月吃完的药效 也没有太好 因为除非你的胃溃疡 非常的严重 那如果只是轻微的 胃食道逆流 那这就是像我们主持 跟主持人刚刚聊的 其实我们年纪到一个程度 唾液线萎缩 喉咙的分泌物不足的时候 你喉咙这些痰是你的宝贝 所以你要不只善用 你口腔里面的 所有的分泌物 而且要多喝水 让我们喉咙会得到湿润 而不要有吐痰 或是咳痰 或是轻喉咙的这个习惯 对你的喉咙才会比较有帮忙 好 这是回到黄先生的问题 接下来 我可能请医师帮我们 加快一下速度 好 有听众问说呢 咳嗽的时候 吃橘子更咳 吃水里就不咳了 这是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比较不会咳 其实就西医的角度 跟吃东西 并没有很严重的关系 比较有关系的是 因为你 如果你是喂食到腻 你可能比较不适合吃 太辣的东西 那如果你的口腔 是因为刚刚讲的温差变化 其实你喝热的也没有关系 所以有人会担心说 我是不是平常习惯喝热汤 我是不是平常喜欢吃辣的 要牵涉到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 那至于吃水果或是吃青菜 其实这个部分影响不大 对所以有人认为离子好 有人认为离子不好 那个每一个因人而异 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有人问说猴糖 还有蒜头加冰糖 还有龙角散都有用吗 都有用 我们刚刚讲的说 其实有用的不是某一种东西 而是你嘴巴只要含个东西 我们就会望眉止渴 那个唾液腺的分泌 就会增加 所以不见得是要吃什么特定的东西 你说我喜欢什么味道 那就因人而异 所以你只是冰糖 猴糖或是什么样都可以 对对对 好所以刚刚那一些都可以 是我认为这个是每一个 只是因为我们有东西含在嘴巴里面 你的讲话就会减少 你清喉咙也会减少 分泌物就会增加 都会往正向的去走 所以有听众朋友说 妈妈含卫生纸来增加口水 这样可以吗 卫生纸 妈妈有点退化 口水很多 所以含卫生纸 卫生纸应该是 它是流出来的 那这样反而要 这个反而是需要用一些医药 需要用一点 抑制它唾液分泌太多 对对对 我想有一些年纪更大的 它有湿质的现象 那它就会不自觉的口水 一直流出来 对对对 很像小朋友 我后来讲 小朋友为什么一直流口水 是因为那个 它嘴巴的力道还不够 没有办法把它收进来 是的 湿质就恢复到变成小时候那个样子 誓武油啊 可以 有 那个是有药物 请医生帮忙看 对对对 那个可以 不用含卫生纸 有药物 对 有药物 胡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胡先生 你是你好 我这个 那个胃食道利流 对我已经困扰很久 是 好像有长茧的感觉 你的感觉 感觉好像有长茧 因为很久了 三个多月了 听你的声音 不像是有长茧 所以我想有感觉 就是我想 每一个人的感觉 都不大一样 那如果真的声带有长茧 胃食道利流 确实是另外一个 引起声带长茧的原因 那但是听胡先生 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是没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 有点担心 我记得耳鼻后科医师 在门诊 就可以看到你的声带状况 就可以看得到声带 对对对 那如果你的反应比较激烈 我们还可以用内视镜去看 但是我认为 这个问题比较小 对对对 不要担心 有听众问到 鼻屎而屎这些问题 我们下次在 另外一集节目来回答 然后有人问说 是不是曾经得过肺癌的人 都会有经常性咳嗽的后遗症 他爸爸20年前是肺癌 三期的末段 经过长期治疗之后 现在还是会一直咳嗽 然后用轻喉咙来咳痰 这样对他喉咙好吗 当然是不好 但是得过肺癌的病患 他有几种治疗方式 一个是吃药跟打化学治疗 另外一个是手术 那这些的手术都会对肺部的功能 肺部的肺泡会减少一部分 所以他的肺部的换气 就会跟我们刚才讲的 跟抽烟的人类似 就是他的肺部换气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他咳嗽确实会比人家严重 而且没办法控制 那吃药真的有点不好治疗 那这个地方有时候他真的会咳嗽 咳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不会好 那这是肺癌治疗完了以后的一个 后遗症 可以接受的后遗症 对 因为比起生命的安危的话 这样的后遗症会困扰 一定会困扰 但是就尽量跟他和平共存 因为毕竟你的肺部曾经受伤过 又再复原回来 有听众问说 长期使用支气管扩张剂 会有什么副作用 对 那个就是刚才讲的心跳会跳 对 有时候你的支气管扩张用太多 其实对你的心脏功能会不好 另外有人问说 小朋友睡前都会吃水果牛奶或饼干 这长期会引发胃病或胃食道逆流吗 会哦 我是觉得刚才讲的 就是小朋友其实 第一个当然 我比较担心这样小朋友应该蛀牙会很严重 因为他吃的太甜了 那就是吃完以后 记得要漱口刷牙在睡觉前 那吃太甜的是我们下一个世纪会担心的问题 因为太甜太糖的东西 其实对身体是不大好 胃食道逆流好像也是不能吃甜的对吧 没错不能吃太甜 这个确实 容易会诱发啦 对对对 然后有人说 他的爸爸跟他 他爸爸60岁跟他自己26岁 长期都有鼻涕倒流的情形 尤其是在早晨 特别严重 觉得有东西卡在喉咙 怎么都吞不下 一直吞口水 会喉咙痛 那只能吃药局卖的水果口味的化痰粉 或者是趁早上刷牙的时候 自我吹吐 化痰粉有用吗 长期自我吹吐会不会有什么缺点 化痰粉当然是没用 对对 这个东西我们讲说喝一口水 喝一杯水 比所有的化痰的东西来得更好 大家觉得我咳嗽有痰 我就要去化痰 其实就跟你那个 喝水比更好 对喝水比把这个化掉 这其实我们不是要化掉 我们要保护它 我们一直刚才讲的 这些分泌物 如果是自己的分泌物来说 它是宝贝 不要把它吐出来 所以刚刚讲的 我也把它吹吐 我们已经 宝贝已经不多了 还要再把它吐出来 尤其对年纪大的会更糟 恶性循环 对会恶性循环 没错 这是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 还是是因为它运动量太少运气 我想都会 都会 刚刚讲的 其实刚刚讲的 那个爸爸跟小朋友 26岁跟60岁 其实这样看起来 它可能有过敏的体质 那如果空气又不好 那如果又其他的状况又产生 其实就会变得咳嗽会比较厉害 吃太快会不会也容易会导致咳嗽 不会 吃太快不会 吃太快不会 不要没有呛到吃太快是不会 是不会的 好 这些问题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回答天空朋友 太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尽量的回答 也欢迎您 如果说真的有关于 叶咳或咳嗽等等的状况 虽然医生 怕地上 他们真的碰到那个咳嗽的 都会觉得忍不住想摇头 但是还是请您 可以去看医生 帮助你一起抽四波茧 找到真正的原因 这是最重要的 喜欢我们的影片 麻烦请大家按赞跟分享 希望这个影片 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 马街医院的吕怡新主任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